我們剛剛在Eclipse裡面 如果沒有設定剛剛講的 這邊有個General 這個裡面的Walkspace 假如沒有設定的話 那你就是開頭部分一定要加這一行 好像我們去年上課是有加這一行 不過後來就把它改掉 剛剛有提到 這樣來的話呢 轉型的部分 除了你可以用Stream 我們剛剛用Stream 是把Print東西把它轉成 假設不是自串 你可以把它改成自串 但如果未來剛好顛倒 它如果裡面是放一個Stream 你要把它改成Int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Float的話呢 剛好你可以把它轉成小數點 那什麼時候會用Int 什麼時候呢 會用Float 其實你們可以把這邊稍微做練習一下說 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這樣子 前後雙引號 有沒有 有沒有 它就變成什麼了 它就變成Stream了 但如果說你今天要把它輸出的話 那你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 你假設這個地方過來 當然你 Int型別 如果過來的話 它就會是輸出 這樣直接就可以輸出 因為它本身就是簽過 但如果你要把它變成計算的話 假設有加減撐出 那你恐怕就要先把它改成Int 才能夠做計算哦 OK 那還有就是說呢 這邊假如說呢 我也把那個浮點 這邊轉一下 如果說我今天輸出 比如說我今天前面這個Int型別 假如說我今天 這個Float 我現在前面先不要串這些 那我如果說今天呢 要把X3裡面的資料做轉型並輸出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今天用Int哦 跟用Float有什麼差別啊 如果你用Int的話 記得哦 它是只會取什麼 整數的部分哦 所以哦 如果你先用錯了轉型的 這個方法的話 執行之後的話 他看到的結果怎麼樣 他會有錯 有沒有他跟你講說 裡面是有小數點啊 可是你用的是Int 那這樣的話會發生錯 所以這邊的話記得哦 你如果要轉型 正確的話 應該是把什麼呢 把Float 把它拿到這邊前面做轉型 OK哦 你可以再試試看哦 利用這個Float把它轉型 OK 它就會成功了 有沒有 特別注意哦 如果你拿轉轉錯的話 有些東西就不見 或者是甚至會發生錯誤哦 再來的話 最後呢 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哦 除了轉型之外哦 我還希望呢 底下呢哦 再啊 還有其他順便講一下 就是說 城市的撰寫 裡面還有一些注意的事項 就是說冒號部分 不過冒號目前現在還用不到 將來的話哦 做那個邏輯判斷的時候 if什麼條件 會有冒號 for回圈後面會有冒號 fire回圈會有冒號 意思就是說敘述的開始哦 可以特別注意哦 再來緊緻號剛剛講過是註解的符號 那再來tab鍵 特別注意哦 將來縮排有沒有 以前VBA 你不縮排沒關係 但是Python裡面你不縮排就會出事了 好 特別注意哦 因為Python是把縮排當成是 城市結構的一部分 所以呢 你一定要養成好習慣 一定要 按tab 要縮排 如果不縮排呢 城市一定會發生錯誤 再來的話呢哦 不用指定那個變數的形態 也就是不用宣告的時候 宣告哪個變數 它裡面是什麼形態不用 那什麼時候呢 那個變數會定義形態 就是你第一次負以值的時候 比如說A等於5 5的話如果是數字 進來的話 它就是數字 OK哦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還會講到拖曳資源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呢 希望在這個Hello World後面 再加上一個換行的話 比如說這邊呢 我在String這邊後面 我希望在這裡幫我換行的話 那你特別注意哦 可以把拖曳資源 放在哪裡呢 記得不要放錯位置哦 一定要是放在 字串的裡面 貌後的後面 加一個反斜線N 這樣把它執行會怎麼樣 換行 我試一下 各位看一下 這時候的話 有沒有 Hello World就跑到這邊 這邊多一個換行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哦 IND後面加一個什麼 TAB鍵 比如說讓它增加一個縮盤 反斜線T 那你會發現哦 在這邊 現在是接在一起嘛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樣的話呢 就多一個縮盤 有沒有這個 實際上哦 有點像你按個TAB鍵 讓它往後面 最後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哦 能夠把 這裡面的 串列 的第三個哦 因為它前後有雙引號 那我希望把它拿到這邊的話 那剛剛呢 我是在這邊多加一個雙引號 可是輸出會出錯 那怎麼辦 記得哦 請你在雙引號的前面 加一個反斜線 意思就是說哦 如果你要輸出 那個雙引號的話 你必須要用拖曳資源 前面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 OK 然後後面這邊呢 再加一個反斜線 這樣輸出的話哦 試一下 特別重要 所以你要看一下哦 它基本上 這樣是一個結構哦 用這個來表示什麼 它是一個雙引號 用這個來表示另外一個雙引號 所以串過來之後的話 才會是什麼 才會是三 前後有雙引號 特別是說這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這個地方不熟的話 以後你要輸出 正確的結果也會出錯哦 看起來沒什麼啦 但是你要放對位置哦 好像上學期我們用蠻多 好像Jungle課程裡面 就有很多是類似像這種東西 好 那把它輸出看一下 它能不能正確的幫我輸出 把第三個抓過來 並且前後加雙引號 OK 應該沒問題啦 另外呢 如果你要把它改單一號 反正到底是一樣的 這邊再改單一號 這邊再改單一號 有沒有 再輸出會怎麼樣 這邊的話就變單一號了 OK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很多地方 很多人這不會的話 你輸出就會出錯哦 哇 這個是脫移資源的原理哦 後面 我發現很多人卡住都卡在 類似像這些地方上面 雖然看起來沒什麼啦 但是 比較常用的 記得就是 這幾個 或者是脫移資源上面有提到的 那請各位就是自己在 稍微沒有用到 未來可能還是會用到的機會哦 稍微知道一下 有關脫移資源部分 其他 這個我剛剛講的 這個畫面也在那個講義裡面有 再來後面的話呢 我們 這個變數部分講完之後呢 就要講那個 那個流程空 就邏輯的 if 一重邏輯 兩重 else 再多 多重的話 else 那這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 遇到就加減乘除 比如說數字的加減乘 剛剛有a加b啦 那特別注意哦 第一個你可能要了解 運算 這個算數運算值 裡面的話呢 就是 會有加減乘除 這個我想比較基本的 上面這些應該都看得懂 但是下面這幾種哦 特別注意哦 比較少見 而且是比較特殊的 跟那個像其他語言不一樣的 比如說呢 我們 這邊有看到這個person person是求餘數 32 除以5 餘多少 餘2嘛 為什麼呢 要整除30嘛 剩下2 OK 特別注意哦 這邊用person OK person符號 那如果vba的話 用哪個 用什麼呢 有沒有聽一下 叫mode mod OK 所以32 mode5 餘2 OK 再來的話呢 除除哦 這個除除是 除剛好是跟那個 person有點類似 但是他取的不一樣 一個是取餘 一個是取商 所以32除除哦 不是除哦 除以5的話呢 那他最後那個 商是多少 不是小數點哦 所以 這個地方是6啦 為什麼 因為最接最接近 整除的是那個6 3等於5乘以6是30嘛 啊在7的話就超過了 所以特別注意哦 是應該可以看懂哦 除除之後 所以取得 整這個 整除之後的商數哦 另外層層這個也蠻特別的 層層是平方 後面還會遇到 當然如果你不用這個層層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Mass點Pow啦 不過那個部分 可能要另外引用哦 其他的話 除了運算值之外哦 還有關係運算值 有沒有相等 相等不相等哦 記得哦 是兩個等於哦 在VBA是一個等於哦 其他還有像相關運算值 這個可能要稍微了解一下 其他還有邏輯部分哦 那我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哦 剛剛主要是在增加那個 轉型部分哦 除了Stream之外 還有IMT還有Floater哦 第二個的話呢 拖曳資源 第三個了解有關那個 像相關比較重要的運算值 包含就像算數運算值 關係運算值 跟邏輯運算 啊這些後面都會用到 你現在可以先 不一定要去刻意把它背啦 但是至少你要知道有這些東西 啊這些東西呢 主要是後面會用到的規則 啊這些規則哦 主要還是要把它記下來 啊因為這不是我訂的 所以未來程式要怎麼寫哦 你都要遵循這些規則 隨便是 啊 啊 嗯 感谢观看